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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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喂 呆子 我们也一起去跳吧 抱歉 王叔 你找云兄和蓝香姑娘的文化 我有些事情 需要想一想 你 你根本不知道圆月之舞代表的意思 你是旺叔姑娘吧 旺叔姑娘何以面含怒死 是不喜欢圆月之舞这样的场合吗 那个带木头 本姑娘本来好意邀请她一起跳舞 没想到她居然叫我去找别人 真是气死人了 旺叔姑娘说的是飞星兄弟吧 就是她 此事恐怕是旺叔姑娘误会她 上回见面 我和飞星谈论到她家乡封明村一事 封明村遭境破坏 村里本意伤亡惨重 在飞星离开之后 我进村查看 发现村人皆也不在 飞星听闻之后 十分忧心父母与村人的下 也许在此盛会 勾起她思乡之前 才会对旺叔姑娘如此言说 原来是这样啊 是我错怪她了 听说你与英里失散多年 久别重逢 想必有许多话要说 在下就不打扰了 真没想到 多年未见 老姐你的男人缘 居然变得这么好 臭小子 少贫嘴 给我老实交代 这几年都哪儿去了 害我好找 三年前 阿父和阿娘被歹人所杀 怎么你就不见踪影了呢 老姐你才是 输去满省 结果却实时未归 那人若非有人相救 我们恐怕只能 在黄泉路上相见 命大呀 有出息啊 居然做了东极国的官 看来我混得比老姐你好啊 哎呦 夸你一句居然还得意了 嗯 你不要看你姐姐两袖清风 我可是存了不少 老姐 你可别忘了 我是有兴奉呢 我现在积累的财货 绝对比姐姐你多 臭小子 敢不敢比 有什么不敢 老方法 输的人 得答应赢的人一件事 哼 那有什么问题 老姐 你等会儿可别被我的伸手 吓到了 臭小子 你姐姐我可是不会输的 圆去奉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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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必这位就是明镜天下的云先生 听闻云先生喜敬 这圆月之会恐怕先生并不习惯 我们还是不要打扰先生了 你说的是 云先生若有任何需求 请尽管吩咐是从 我们明日再谈 请书在下少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